LED大灯对汽车而言就如同人的眼睛 是整部车的灵魂之窗 LED的出现就像是给大灯带了美瞳 吸睛程度瞬间拉高了一个段位 LED逐渐普及 现在好让我们了解一下LED大灯 LED有一个很通俗的中文名字 发光二极管 它们如今常常以灯箱 招牌以及各种电器的指示灯和背光灯的角色出现 也往往是汽车尾灯 高位刹车灯日间行车灯的重要组成 随着LED普及 现在有很多车辆开始全大灯LED配置 既然讲LED必须先说说现在它为什么灯火 我们都知道 目前汽车上主流的大灯无非两大类 鲁素大灯和HID线器大灯 逐渐兴起的LED大灯 相比这两类主流大灯有什么优势呢 对于汽车而言 LED光源有如下好处 一 节能成本低 LED的发光效率高 是荧光灯的近两倍 二 寿命超长 目前用在汽车上的LED元件 基本能够达到5万小时的水平 而知名的汽车灯光供应商 已经能够提供寿命达到10万小时的LED元件 相比之下 线器灯的寿命仅为3000小时左右 三 耐用型号 LED元件极够简单 抗冲击性 抗震性非常好 不宜破碎 能够很好的适应各种环境 四 LED元件体积小 紧凑并于布置和造型设计 这是LED的一个巨大优势 这一优势出和迎合了汽车厂商 在设计上的计划需求 打破过去灯光系统对造型创新的束缚 让我们拥有更具创意的汽车产品 五 响应速度快 LED的点亮仅需微秒级别 用在尾灯和转向灯上 能够迅速的点亮达到更好的警示效果 用在前大灯上相比线器和鲁速大灯 拥有更好的响应速度 对于行车安全性有更好的保障 六 亮度衰减低 LED亮度高 光线亮度衰减远低于鲁速灯 适合用作照明器刹车灯 转向灯的警示灯光 七 低压直流电即可驱动 负载小 干扰弱 对使用环境要求低 适应行方 不像线级灯那样 还需要生压装置 比起普通的大灯 LED大灯几乎所有特性都超越了现有的大灯 之前只有高端车才配置 现在慢慢的开始有入门级的汽车配置了 相信随着LED的普及化 可以迅速的占领整个汽车市场 当然LED大灯不是汽车照明设备的重点 等到全面LED大灯的时候 高端品牌就会拿出一些新花样 其实已经在春春运动的激光大灯 OLED车灯就是很明显的信号 不是吗